北京时间11月19日3点45分,一场国际友谊赛,在西班牙与赛黑之间展开。 比赛中,替谱上场的小贾门德斯不是破门,西班牙一球小生赛黑,作为一场练兵雷主的友谊赛。 比赛的结果并没有多么重要,但是在场上还是出现了有趣的一幕,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,西班牙对前场进攻,阿森西奥进去左路送出传球,赛黑门将卫门将球拿下,皮球改变方向后,落到了后点莫拉塔的脚下。 然而,面对空门的莫拉塔却诡异的将球踢飞,连送出传球的阿森西奥,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,这位显黄马射手,自从上赛季转会切尔西后,状态大不如前,曾遭遇长时间的球黄。 本赛季,虽然西班牙胜手的状态有所回暖,但是作为七千万的身价,这点表现显然是不够的,而在比赛中出现这样的空门不尽,对一个顶级胜手来说更是不应该的。 去年七月,莫拉塔以六千万欧元的身价加盟切尔西,以来,似乎对于单刀球似乎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,而他上一次为国家对劲球,还是在一年以前,面对哥斯达里加的友谊赛上。 如今这样的糟糕状态,也难怪莫拉塔会错过,跟随着斗牛式军团,出征俄罗斯世界杯的机会。